风神榜,十六,紫牙火烧琵琶金 话说紫牙同一人来到后花园 周围看了一周,果然好个所在 但见,墙高树刃,门壁清幽 左边有两行金线垂扬 右壁有几株踢牙松树 牡丹亭队玩花楼,勺要蒲莲秋千架 荷花池内,来来玩玩景临游 木香棚下,翩翩翻翻蝴蝶戏 正是,小园光景四棚来 乐手天年于玩景 话说一人与紫牙来后园散闷 紫牙自不曾到此处 看了一回,紫牙曰 人凶,这一块空地 怎得不起五间楼 一人曰,起五间楼怎说 紫牙曰,小弟无恩抱凶 此处若起座楼 暗风水有三十六条玉带 金带有一生芝麻之术 一人曰,贤帝也知风水 紫牙曰,小弟破之一二 一人曰,不瞒贤帝说 此处也起造七八次 造起来就烧了 故此我也无心起造他 紫牙曰,小弟则一日沉 人凶只管起造 若上梁那日 人凶只是款待将人 我在此替你压压邪气 自然无事 一人信紫牙之言 则日新宫破土 起造楼房 那日紫时上梁 一人带将在前堂 紫牙在牡丹亭里坐定等候 看适何怪异 不亦时 狂风大作 走失飞沙 波土扬尘 火光影里见些妖媚 脸分五色 猙獰怪异 怎见得 狂风大作 恶火飞腾 烟绕处 黑雾蒙蒙 火起处 千团红艳 脸分五色 赤白黑色贡青黄 巨口獠牙 土放霞光千万道 风尘火势 呼啦啦走万道惊蛇 火绕烟迷 赤绿绿天皇地黑 山红土斥 煞时间万物其崩 闪电光辉 一会加千门尽倒 正是 妖气烈火冲消汗 方显龙刚怪物凶 话说紫牙在牡丹亭里 剑锋火影里 五个精灵作怪 紫牙盲批发杖剑 用手一指 把剑一挥 喝声 聂处不落 更该何时 再把手一放 雷鸣空中 把五个妖物 慌忙跪倒 口称 上仙 小旭不知上仙驾灵 望起全生 施放大德 紫牙喝道 好孽畜 火毁楼房数次 凶心不息 今日罪恶惯赢 当受诸禄 道罢 提见向前就斩妖怪 众怪哀告约 上仙 道心无处不慈悲 小旭得道多年 一时冒毒天言 望起人设 今一旦诸禄 可怜我等数年功行 赋予流水 拜扶在地 苦苦哀告 紫牙约 你既遇生 不许再次扰害万民 你五处寿无福命 竟往西齐山 酒后搬你运土 听后所使 有功之日 自然得其正果 五妖叩头 竟往齐山去了 不说紫牙压心收妖 且说那日是上凉即日 三更子时 前堂一人带将 马氏同五母孙氏 往后园暗暗看紫牙做何事 二人来至后园 只听见紫牙吩咐妖怪 马氏对孙氏曰 大娘 你听听 紫牙自己说话 这样人一生不长进 说鬼话的人 怎得有生疼日子 马氏气江起来 走到紫牙面前 问紫牙约 你在这里与谁讲话 紫牙约 你女人家不知道 方才压腰 马氏约 自己说鬼话 压什么腰 紫牙约 说与你也不知道 马氏正在园中 与紫牙分辨 紫牙约 你那里晓得甚吗 我善能风水 又是阴阳 马氏约 你可会算命 紫牙约 命里最精 只是无处开一命馆 正言之间 宋一人见马氏 孙氏与紫牙说话 一人约 贤弟 方才雷响 你可曾见些甚吗 紫牙把收邀之事 说了一遍 一人谢约 贤弟这等道数 不枉修行一番 孙氏约 叔叔会算命 却无处开一命馆 不知那所在有便房 把一间与叔叔开馆也好 一人约 你要多少房子 招个南门最热闹 叫后生收拾一间房子 与紫牙去开命馆 这个何难 却说安童将南门房子 不日收拾齐整 贴己夫对联 左边是指言玄妙一团礼 右边是不说寻常半句虚 里边又有一对联云 一张铁嘴 识破人问凶语击 两只怪眼 善观世上败何心 上席又一浮云 秀里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紫牙选即日开馆 不觉光阴染指 四 五个月不见算命挂贴的来 只见那日有一乔子 姓刘明前 挑着一单柴往南门来 忽然看见一命馆 刘钱歇下柴单 念对联 念道 秀里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刘钱原是招歌破落户 走进命馆来 看见紫牙扶岸而卧 刘钱把桌子一拍 紫牙嚎了一惊 柔眉擦眼 看时 那一人身长丈悟 眼露凶光 紫牙曰 凶起刻 是相命 那人道 先生上姓 紫牙曰 在下姓姜 名上 自紫牙 别号飞雄 刘钱曰 且问先生 秀里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这对联怎么讲 紫牙曰 秀里乾坤大 乃知过去未来 包罗万象 湖中日月长 有长生不死之术 刘钱曰 先生口出大言 既知过去未来 想课是极准的了 你与我起一课 如准 二十文轻浮 如不准 打起拳头 还不许你再次开管 紫牙暗想 几个月全无生意 今日撞着这一个 又是剥嘴的人 紫牙曰 你取下一封贴来 刘钱取了一个挂贴儿 递于紫牙 紫牙曰 此挂要你依我才准 刘钱曰 必定依你 紫牙曰 我写四句在贴儿上 只管去 上面写着 一直往南走 柳英一劳嗖 轻浮一百二十文 四个点心 两碗酒 刘钱看罢 此挂不准 我卖柴二十余年 那个与我点心久吃 论起来 你的不准 紫牙曰 你去 包你准 刘钱单筑柴 竟往南走 果见柳树下 站立一劳者 叫曰 柴来 刘钱暗想 好客 果硬齐言 老者曰 这柴要多少钱 刘钱答应 要一百文 少讨二十文 拗他一拗 老者看看 好柴 钱的好 困子大 就是一百文也罢 老你替我拿拿进来 刘钱把柴拿在门里 落下柴叶来 刘钱爱钱静 取扫帚把地下扫得光光的 方才将尖单绳子收拾停荡等钱 老者出来 看见地下前进 今日小情景 刘钱曰 老丈 是我扫的 老者曰 老哥 今日是我小儿必应 遇着你这好人 又卖得好柴 老者说 爸 往里边去 只见一个孩子 捧着四个点心 一壶酒 一个碗 圆外与你吃 刘钱探曰 将先生 珍乃神仙也 我把这酒 满满的珍一碗 那一碗浅些 也不算他准 刘钱真满一碗 再珍第二碗 一样不差 刘钱吃了酒 见老者出来 刘钱曰 多谢圆外 老者拿两封钱出来 先滴一百文 与刘钱曰 这是你的柴钱 又将二十大钱 滴与刘钱曰 今日是我小儿喜沉 这是与你做喜钱 买酒吃 就把刘钱惊喜无地 向昭歌城出神仙了 拿着奸单 竟往江子牙命馆来 早晨有人听见刘钱 言语不好 众人曰 江先生 这刘大不是好惹的 挂如果不准 你去罢 子牙曰 不妨 众人聚在这里闲站 等刘钱来 不一时 只见刘钱如飞前来 子牙问曰 挂准不准 刘钱大呼曰 江先生真神仙也 好准客 昭歌城中 有此高人 万民有福 都知屈即避凶 子牙曰 客记准了 取谢一来 刘钱曰 二十文岂是难为你 亲你 口里只管念 不见拿出钱来 子牙曰 客不准 兄便说闲话 客记准 可就送我客钱 如何只管口说 刘钱曰 就把一百二十文都送你 也还亏你 江先生不要急 等我来 刘钱站在眼前 只见南门那边来了一个人 妖术皮挺败 身穿布衫 行走如飞 刘钱赶上去 一把扯住那人 那人曰 你是我怎的 刘钱曰 不为别事 扯你算个命啊 那人曰 我有紧急公文要走路 我不算命 刘钱曰 此为先生 克命准得好 该赵愿他一命 况举一剑步 乃是好情 那人曰 兄真个好笑 我不算命 也有我 刘钱大怒 你算也不算 那人道 我不算 刘钱曰 你既不算 我与你跳河 把命配你 一把拽住那人 就往河里跑 众人曰 那朋友 刘大哥分上 算个命吧 那人说 我无甚事 怎的算命 刘钱道 算若不准 我替你出钱 若准 你还要买酒请我 那人无法 见刘钱兄的紧 只得进紫牙命管来 那人是个公差 有紧急事 等不得算八字 看个挂吧 扯下一个铁儿来 与紫牙看 紫牙曰 此挂做什么用 那人曰 催钱梁 紫牙曰 挂贴批语你去自验 此挂逢雨梗 钱梁不必问 等候你多时 一百零三定 那人接了挂贴 问曰 先生 一克该几个钱 刘钱曰 这克比重不同 五钱一克 那人曰 你又不是先生 你怎么定价 刘钱曰 不准包回换 五钱一克 还是好了你 那人心忙一急 恐误了公事 只得撑五钱银子去了 刘钱辞谢紫牙 紫牙曰 承兄赵愿 众人在紫牙命管门前 看那催钱梁的如何 过了一时辰 那人压钱梁 到紫牙命管门前曰 将先生 真乃神仙出事 果是一百零三定 真不负五钱一克 紫牙从此时来 轰动一招歌 君民人等 拒来算命看客 五钱一命 紫牙收得起的银子 马是欢喜 一人碎心 不觉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半年以后 远近闻名 都来推算 不在话下 且说南门外 轩辕坟中 有个玉石琵琶精 往昭歌城来看打紧 便在宫中 夜市宫人 玉花园 太湖石下 白骨献天 琵琶精看霸出宫 玉回巢穴 下着妖光 竟往南门过 只听得哄哄人语 扰嚷之声 妖精拨开妖光看时 却是江紫牙算命 妖精曰 待我与她推算 看她如何 妖精一化 便做一个妇人 身穿重笑 扭捏妖枝而言曰 列位君子让一让 且身算一命 宙石人老成 两边闪开 紫牙正看命 见一妇人来得蹊跷 紫牙定睛观看 认得是个妖精 暗思 好孽畜 也来恕我眼色 今日不除妖怪 等待何时 紫牙曰 列位看命君子 男女瘦瘦不轻 先让这小娘子算了去 然后依次算来 众人曰 也罢 我们让她先算 妖精进了里面坐下 紫牙曰 小娘子 接右手一看 妖精曰 先生算命 难道也会封剑 紫牙曰 先看向 后算命 妖精暗笑 把右手低于紫牙看 紫牙一把将妖精的 寸关尺脉攒住 将丹田中先添元气 运上火眼金睛 把妖光定住了 紫牙不言 只管看住 妇人曰 先生不相不言 我乃女游 如何拿住我手 快放手 旁人看住 这是何说 旁人且多不知奥妙 奇奇大呼 江紫牙 你年纪老大 怎干这样事 你贪爱此女姿色 对众欺骗 此乃天子日月脚下 怎这等无知 实为可恶 紫牙曰 列位 此女非人 乃是妖精 众人大和约 好胡说 明明一个女子 怎说是妖精 外面围看得 急嚷不开 紫牙暗思 若放了女子 妖精一去 清白难分 我既在此 当初妖怪 显我姓名 紫牙手中无物 只有一子实验台 用手抓起实验 照妖精顶上响一声 打得脑浆喷出 血染衣精 紫牙不放手 还攒住了麦门 使妖精不得变化 两边人大叫 莫等他走了 众人齐喊 算命地打死人 重重叠叠围住了紫牙命馆 不一时 大陆的来 乃是亚相笔干 乘马来到 问左右 为何众人喧嚷 众人齐说 丞相驾铃 拿江上去见丞相爷 笔干勒住马 问 什么事 那中有个抱不平的人跪下 其老爷 此间有一人算命 叫做江上 世间有一个女子前来算命 他见女子姿色 便欲欺骗 女子贞洁不从 江上抖起凶心 提起石焰 罩顶上一下打死 可怜血溅满身 死于非命 笔干听众口一词 大怒 换左右 拿来 紫牙一只手托住妖颈 托到马前跪下 笔干约 看你好头白须 如何不知国法 白日期间 女子良父不从 为何直焰打死 人命关天 岂容恶当 堪问明白 以正大法 紫牙曰 老爷在上 容将尚禀明 将尚自幼读书手里 岂敢违法 但此女非人 乃是妖精 近日只见妖气冠于宫中 灾心力变天下 小人既在年古之下 敢当今皇上水土之恩 除妖灭怪 荡魔驱邪 以尽子民之志 此女实是妖怪 怎敢为妃 望老爷细查 小民方得生路 旁边众人 琪琪跪下 老爷 此等江湖树士 利口巧言 遮掩脚诈 避惑老爷 众人惊目 明明欺骗不从 逞凶打死 老爷若听他言 可怜女子嫌冤 百姓复屈 笔干见众口难调 又见紫牙拿住妇人手不放 此干问曰 那江上 妇人已死 为何不放她手 这是何说 紫牙答曰 小人若放她手 妖精去了 何以为正 笔干闻言 吩咐众明 此处不可辨明 代武起奏天子 便知清白 众明围住紫牙 紫牙拖着妖精 往武门来 笔干至摘姓楼后指 咒王轩笔干见 笔干境内 俯伏起奏 王曰 朕无旨意 清有何奏章 笔干奏曰 尘过南门 有一术士算命 只见一女子算命 术士看女子是妖精 不是人 便将十焰打死 众明不服 其言术士爱女子姿色 强奸不从 行凶将女子打死 臣据术士之言 亦似有理 然众人之言 又是惊目可证 臣请陛下 旨意定夺 达己在后 听见笔干奏此事 暗暗叫苦 妹妹 你回朝学区便罢了 算什么命 金玉恶人打死 我必定与你报仇 达己初见咒王 妾身奏文陛下 亚相所奏 真假难辨 主上可传指 将术士连女子 托至摘星楼下 妾身一关 便知端的 赵王曰 欲妻之言是也 传指 命术士将女子 托于摘星楼建家 执意出 紫牙将妖精 托至摘星楼 紫牙俯伏接下 右手攒住 妖精不放 赵王在九区刁篮之外 王曰 接下俯伏何人 紫牙曰 小明东海许州人士 姓姜 名上 又访名师 密寿阴阳 善识妖媚 因上驻居都城 南门求使 不亦妖分作怪 来获小明 背上看破天机 搅除妖精于朝野 灭怪尽其功阙 江上一则赶 皇王都城负载之恩 报师传密寿不须之德 王曰 正观此女 乃是人相 并非妖精 和无破绽 紫牙曰 陛下若要妖精现行 可取柴书丹 练此妖精 圆形自现 天子传旨 搬运柴心 置于楼下 紫牙将妖精顶上 用符印 镇住圆形 紫牙方放了手 把女子衣服解开 前心用符 后心用印 镇住妖精四肢 拖在柴上 放起火来 好火 但见 浓烟笼地角 黑雾锁天涯 击风生烈焰 赤火冒红霞 风乃火之师 火乃风之帅 风帐火行凶 火以风为害 滔滔烈火 无风不能成行 荡荡狂风 无火焰能取胜 风随火势 须于时 辽彻天官 火衬风微 请客间烧开地户 金蛇串绕 难逃火之之殃 烈焰为身 大难飞来怎躲 好似老君 扳倒炼丹炉 一块火光连的滚 紫牙用火炼妖精 烧炼两个时辰 上下浑身 不曾烧酷了歇尔 赵王温亚相笔干约 正观烈火焚烧两个时辰 浑身也不焦烂 真美妖怪 笔干奏曰 若看此事 江上亦是奇人 但不知 此妖中是何物作怪 王曰 轻问江上 此妖果是何物成精 笔干下楼 问紫牙 紫牙答曰 要此妖献真行 这也不难 紫牙用三昧真火 烧此妖精 不知妖精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